一个战敌 一个渡截 一个战敌配一个罗汉得也没有 对 其实现在国标出地厅的话 主要是挂中小死亡 破格点人 地厅速度不快 速度不快证明魔法高 对面的大唐速度可以 但是没对着地厅点 对着蛇叠了把漫天 大唐 大唐对着蛇叠漫天 地厅也不算亏吧 因为地厅本来也秒不动 但是把女儿村秒死了 这地厅是那个叫什么护佑 花生寺的护佑 我操 为了临时性的状态 花生寺开始舍了 舍身剑防御 都知道舍身好使 但是舍身剑防御 舍身剑自身抗性 严女拔 起刀弹甲一千九 基本上没有163 神佑就下了 4000血 没有死 这下是神佑 收咬708 对面女拔倒地 蛇不装导航也不影响点杀结果 地府第24回合有灵眼 整好双眼 3164 阳修里面 4166 阳修里面 0165 阳修里面 916 阳修里面 ак购壑 小兴修里面 7173 阳修里面 816 阳修里面 这个时候的话应该就是没啥翻盘点就是除非是挂小小王大唐直接硬扫过去 对面除非有超级地平或者是大唐官府直接点出来 淹死人都不好轻折 你不知道8点30 看了半天以为这是普国三 没想到不仅主播不会看PK原来粉丝也不会看 他们比赛打到了25回合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就谁出地厅谁就掠实 他们两个最后打了一分我已经发现了有点优势的就开始出完地厅出完地厅就开始掠实 地厅就跟你跑伤进三品似的有可能血转有可能血亏你几个战敌顺利出手就血转要不然你牺牲个宝宝牺牲了不少的灵源 这场PK我竟然也琢磨不透看不懂输用 加给了狂暴 小死亡没挂中 直接用剑斩啊 3.0元11600挂中小死亡单位毕倒 地厅也为真啊狂暴也为真 立劈劈死化生 下围和化成出于倒地状态啊没法吸没法吸那个磁心吸那个小死亡也就是下围和对面的单位呢还是站不起来 这个地厅即便顶着罗汉的话还是有数据 下围和化成� 下围和化成显 刚才下楼买瓜子的所有的电话让他别下楼了 别吃瓜子了 来点压翅吧没加微的兄弟们扛作878729块8朋友先领圈后下蛋 先卤后烤秘制压翅吃起来跟在那些压货店买的压翅呢口感不逊色于吧那你这种是 对不对需要这种真空 包装的冷藏的跟线卤的可能还是一个差距但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现在是7点36啊兄弟们咱们还得再磨一会咋地得8点开始咱们对外告诉人家8点半无级别直接开始 偷摸7点半开始鉴定不好 对不对你说人家大老远的过来了特意请好的家定好的闹钟结果8点半都能处杀无级别咱这边都他妈换女主播接党了 所以说咱们接下来无论干啥一定得拖延点时间啊 不能再擦玻璃了不行我身体靠不住 嗯 啊 啊